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 所以有几位同学专门找这天来上课的 大概他知道,打牌最后就看最后一张 最后那张牌到底是花到什么牌 各位 我们可以说前面两天谈前后方便 然后记得再谈一词 然后今天,昨天关五场 今天要关那对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这个议题 也是佛法当中最难懂的 已经没有比这个议题更难懂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议题懂了 你就开悟了 这个议题不懂 你永远都是众生 众生跟佛有什么不同 各位,佛也是众生 只是呢,佛是一位没有执着的众生 那我们本来是佛 但是现在也变成众生 我们只是一个执着的众生 各位,所以我看佛 对,我觉得佛是众生 对,只是我看到他不执着 那个众生看我们 那个佛看我们众生 他也知道我们是众生 只是呢,我们是执着的众生 那你说佛这个名词比较高尚 还是众生这个名词比较高尚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你不要误会 你想听佛 我就说你是佛 对 你喜欢听众生 我就跟你讲说你是众生 各位 一个自在的人 不因为你说他是佛 他就会高兴 也不因为你说他是众生 有没有 他就觉得你瞧不起他 一个自在的人 根本没有那个事情 一个不自在的人 实际上是最傻的人 为什么是最傻的人 各位,就像在河边倒椅的人 多知道 多知道那个鱼儿 喜欢吃什么钓耳 有没有 他就放下什么钓耳 去钓它 有没有 它就被钓走了 各位 你专挑 你喜欢听的 所以你会被人家骗得团团砖 你专挑 那个你看得舒服 跟你比较合得来的人 归我告诉你 伤害你的人都是你身边的人 所以各位 所以你这样挑 你已经是钓入一个很清楚的陷阱 而且每天 人家都用各种钓耳在钓你 头上这一只虚 中大豆虚 那后边不知道什么虚 我就不知道 叫做刷肉虚的一样 那 所以各位 每年 光是电话 诈漆 就可以诈漆到 将近百亿 奇怪 我们在广众心 为什么一通电话 奇怪 他在凭什么伎俩 很简单 他知道 你害怕恐惧 他就用恐惧来恐吓你 他知道 你贪财 他就用贪财 来钓你 他知道 你傻 所以他就来扶你 所以各位 执走的众生 就是这种钓 钓 然后 然后永远 永远 永远 都怎么样 永远都要抱着 抱着执着死不放 然后抱着执着死不放 然后讲出一句什么话 我还没姓林 我还没姓林 那是笑的 那是有些人 冒酒头 说我还没姓林 我还没姓林 对吧 你嫁最莫逆酒头 说你不是姓林 对 你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你讲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改变我 对不对 各位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改变你 只是你不要 拿石头砸到我 各位 你自己要抱石头 就算了 但是 当别人在抱石头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要比较陷 为什么 因为他抱不动 他就砸到你的脚 所以可以 所以有的人 一直想要度众生 我常这么讲 对不对 不要专度那几个众生 对 专度那几个众生 你家那几口子 或是你所关心的人 或是所你认识的人 诸位 何处不是众生 各位 你现在下山到大马路上 哪一个不是众生 何必专挑那几个人度 各位你干嘛呢 不需要 各位你走到果园 果园里面去 你绕一圈 你就会感慨凉动 那几颗水果还没有成熟 你硬要把它摘下来 结果满山遍野的水果已经成熟了 你却不去摘 你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还以为你是慈悲 你是好人 你是智者 你是什么 我不入第一 谁入第一 各位你走进鬼 你就知道说 哦 对不对 不是 不是没有众生让我度 而是我偏偏去度 还没成熟的众生 所以各位 那所以 所以也是一样 今天这一堂课 你听懂的 你就拿去吃掉 那你听不懂的 有没有 你就把它丢掉 为什么 这一堂课要不要成熟 判证 你就要够掉 今天只有两种结果 不是把它吃掉 就是把它丢掉 没有第三种结果 那各位 那这些陷阱都来自于哪里 这些陷阱都是来自于我 你对我 没有全然的了解 你对呢 对这个生命 没有呢 对 清楚的贯穿 所以呢 各位 这个世间最大的祸害 就是我 各位你不可以怪 有没有 这个人祸国殃民 对不对 各位 我才是罪恶的庚言 我才是一切贪嗔赐 那的始终有用者 那各位 你们今天谁来修行 你们今天就是带着我来修行 带着我来修行 怎么修 没有办法修 各位 我不需要你修 对 我只要你认识 我不要你修 各位要注意我这句话 如果你带着我 如果你带着我在修 你永远修不成 你只是要去认识我 你不是拿一个我来修 对 因为你这样修 修错了 你这样 你这样修呢 如同什么 如同哦 希望把沙组成换一样 永远修不熟 你要明白 对 沙是沙 换是换 你只要弄清楚它 主换就应该拿米 填土就应该拿沙 开悟就应该了解我 要迷嘛 就继续我下去 这就是关键 关键 那很多人常常在问 问我是谁 各位我是谁 这并不需要修行人 才会提起这样的什么 疑惑 一般人就会 比较呢 有思考 比较愿意探讨 生命人生问题的人 就会思考过我是谁 或是历代一些责任 一些修行人 都会思为这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真正想要修行的人 常常会反问我们自己 说是谁在修行 表面上是不一样的问话 但是是同样一个问题 都是同样那个问题 各位就像你们昨天 在朝三 各位你们 各位你们在朝三 你们说不定呢 把三当成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 朝向那里去 朝向那里去就叫做朝三 各位 各位 朝三哦 是朝向什么 就是把你心中的那一座山产品 因为你心中有一座山 把他产品 人生 人生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 人生呢 没有呢 计划 也没有目的 我跟你讲的是究竟的东西 世间话的人 不这样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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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用脑袋 你就听不懂 我要讲什么 嗯 各位 当下呢 把你那座山 唱平 那你就明心见性了 而不是 从哪里 走到哪里 各位 因为这个是陷阱 不是短层 也不是中层 然后呢 也不是远层 而是当体即空 那各位 那你现在注意看哦 你心中创造一座山 但是 你却还创造包容那一座山的心 然后呢 你更创造一个呢 我生起那个心 啊 所以呢 你产生三种关卡 一个我的迷思 一个心的包容 一个心所创造的山 各位三种迷思 三种障碍 层层 都是陷阱 嗯 嗯 对你来修行 是陷阱 你在这里得到什么 是陷阱 你下去之后 要好好用功 还是陷阱 各位我现在越说 你开始越糊涂了 你差不多就要起销了 啊 这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别载也不要来 哦 所以今天张老师最欢迎 对 你们这种陷阱 我造成的陷阱 所以我今天就手来 那各位 那 那你思维一下 对 你自己想看看 对 一切都是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为什么一直活在 那这样 这样错觉的自我 各位我跟你讲 你先不要看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 各位 这个世界 还是由你啊 你自己的错觉 所产生的 来 直接进来 红安寺进来 这些课没有听你会后悔 听完之后 保证你更后悔 那各位 那我是什么 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死 各位 如果你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老 各位 如果你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做主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你什么都不是 那你问我说 师父 我什么都不是 那到底我是什么 东东 还是西西 你既不是东东 也不是西西 我们还是 到台北看团团跟园园 就比较好 我们去看团园园园园 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看团园园园园 因为那两只熊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 各位 他对不对 今天不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各位 缓震 缓震就是天下 就是 天下就是 一大群喝醉酒的人而已 就在那边 乱叫 乱喊 乱爆 乱吐 我坦白这样跟你讲 天下就是这种状态 你看清楚一点 那所以各位 所以我一刚开始就要跟各位去谈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悟到 要情华的人 这个人会不会情华 当他答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 他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或者说这个人是不是寻寻觅觅已经很久了 你只要听他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的来历 就像 就像那对 就像六祖去见五祖宏人 直接来当 就讲不求一物 唯求作否 那各位 一样的道理 你去跟人家情华 不论跟那对法师情华 或者善师是情华 你可以开口就问说呢 有没有 法师你是谁 法师 你可以告诉我谁来看你 法师一定跟你讲说 你把他试出去了 我不要跟你讲 但是你要找到几个能够给你回答的人 也很困难 那各位 那就是什么 那个 那个就是大家 一直带着一个 我要去悟到 或是带着一个 我要去知道 我是谁 我黑板上 已经跟各位 写了 写了这几个字了 不知道各位 你看起来感觉怎么样 各位第一句话 没有人 他既是惊叹号 但是他也可以讲说是肯定句 但是他也可以讲说是疑问句 以前是说 没有人 他是一个问题 但他也是答案 我是谁 没有人 所以没有人 所以你就不要问我是谁 因为没有人 这是答案 真的没有人吗 就疑问句 蛤 真的没有人吗 对不对 怎么没有人 对不对 那么多人坐在这里 中午还要吃那么多饭 怎么会没有人 对 怎么会没有人 疑问句 那各位哦 那你要注意到哦 当人家跟你讲说呢 对不对 我是谁 如果对象跟你讲 回答没有人 人家已经告诉你答案 没有人 能领受的 当下就领受 不能够领受的 会转个念头 蛤 什么叫做没有人 这叫做不能领受的 接着就要继续看 对不对 他却在寻找 终日寻春 不见春 各位 内心的春天 就是你自己 内心的春天 就是本来面目 所以叫做 终日寻春 不见春 你寻寻秘密 那个本来面目是谁 对 那个生命 生命到底 是个什么面貌 所以你现在很努力 对不对 去找到答案 你现在很努力 想要掀开 生命的面纱 所以你开始去寻密 因为 第一层 你不懂 所以你会掉入第二层 你去寻觅 但是你寻觅到最后 我可以这样跟你讲 到最后 你终于会得到一个答案 人家跟你讲的第一句话 早就跟你讲完了 终于是什么 没有人 没有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诸华无我 各位诸华无我 无我 各位你在找什么呢 没有东西丢掉 你又何必找呢 没有一个人 觉得他东西丢掉 那需要那一个人 对 去伤脑筋吗 根本不需要 各位你要注意我这段话 没有一个东西丢掉 就不需要找东西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东西丢掉 所以那个人就不用伤脑筋 你要注意到这两种层次 那诸位 这个时候呢 你开始会榜 我现在每天在生活的 对 我现在每天在运作的 等这一个我 我又该如何来前世他呢 或者说我又应该如何来解释他呢 或是说我又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他呢 我要否认他吗 不可以 我要肯定他吗 错 我要不理他吗 不对 我要关心他吗 不需要 对 那你说 那你要叫我怎么办 就送你一句话 对不对 随眼尽奋无所求 一心利益 诸众生 这样就好了 随眼尽奋无所求 一心利益 诸众生 这样就好了 我也告诉你 怎么样了 我也告诉你 他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如果你还不太领会 你还想继续探讨我 那诸位 那我觉得他在详下给你解释啊 各位 建修的人 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听什么 细部的讲 建修的人就喜欢这样听 分解动作 要这样讲 讲声直接 有哪没 没哪有 到底是听有哪听不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可以跟你仿佛 他自己也不知道 听不听不 他自己也不知道 好 为什么 他绕一圈 就代表他听不懂 所以我现在再绕 更大圈一点 给你听 好 各位 我现在绕 更大圈一点 给你听 还更大 我是什么 各位 我是什么 我是 假象 抄起来 我是 我是 假名 我是 什么 我是 加油 假象 假名 加油 各位 你现在 坐在那里的样子 就是 对不对 一个假象 这个 这个假象 就是 就是你的无印 就是你的身心 你现在坐那个 你现在那个样子 是假象 你现在看到 那对 佛桌上的 佛菩萨 也是假象 他只是 他只是个假象 摆在那里 让你看 你只是一个假象 在看他 各位 假象 看假象 你知道吗 然后假象 拜假象 对 其实你都感觉 看着佛祖 拜 佛祖 都在你 拜 其实我 其实佛祖 其实现在都在 砸 结果 我们的眼睛 八金 明星 没看 所以 他不知道 拜 几月 各位 各位 这位拜有 宣众看 这样 对 拜由 自己看 对 好 各位 我自己说 对 自己是什么 那 各位 那你看 你是假象 接着 你眼睛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你所感受到的 一切 哪一个不是假象 现在不是 你是有情的众生 是假象 你无情的众生 亦是假象 现在不是正人君子 是假象 连坐牵 换客的小人 也是假象 天堂地义 哪一个不是假象 娑婆极乐 哪一个不是假象 一个凡夫 跟一个成佛 一个愚者 跟一个智者 哪一个不是假象 各位 你不要在假象当中 再分两个 假象 就只不过是假象 但是各位 假象 从哪里来 从因缘来 叫做缘起 因为有那个因缘 所以形成一个假象 但是 那各位 但是你不要 抱着假象 补放 你更不需要 贪爱那个假象 你也不需要 称恨那个假象 各位 你贪爱一个人 是假象 你称恨一个人 也是假象 各位 你干嘛 对假象 产生你的爱恨情仇 产生你自己的 七情六义 产生你自己的 什么 对 爱别离 或是验证会 你何必有 这样的得失的心 各位 你可不可以 增开你的慧眼 法眼 以致呢 让你的佛眼 产生 各位 什么叫做佛眼 佛眼 就是看世间的 一切是平等的 就叫做佛眼 这样就简单吗 你跟你想说 合作的目中 不知道是 哦 金光强强强 各位 那不是金光强强强 那是闪光 那是闪光 各位 看众生能 一切是平等 看一切信仰能 平等的 那个就叫佛眼 佛眼 哇 所以各位 你是什么眼 你不用找那个什么 那个眼科看 对不对 你问你自己 你就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眼 我看很多人都是牛眼 牛眼 不然就是贼眼 牛眼呢 就是心中的那头牛 贼眼呢 有没有 就是六成的境界 看到六成的境界 六成的境界 已经拖走你的智慧 你的清静 你的慈悲 所以已经扰乱你很久了 那叫贼眼 但是各位 那你先注意看 有现象 有现象 必然有一个名字 我们众生 就是很鸡婆 我们众生 就是很什么 多此一举 都一定要把他赴着的名字 你才是感恩 你不赴名 你不感恩 当你把他取一个名字的时候 那一刹那就叫做假名 诸位 你的脑袋 充满了假名 你要注意我这句话 你的脑袋充满了假名 你的逻辑的概念 就是透过一些不断的假名 所组成你的思想 所组成你的概念 所组成你的好物 所以假名就是你的概念 你不断拿对 你不断不能够明白这个假名 你将各种不同的假名 重点 承转 承聚 成为一个思维 成为一个观念 你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来的 师父啊 我对君子很奉励 其实你跟他说这句话 我都很相信 你知道吗 是很相信 你跟他说师父啊 我对你很奉励 我也会安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说到人家 哦 真的 听到有够雄心 哈哈哈哈 各位你看 各位 那就代表说 对 你不明白 人家是假名啦 好 啊 你们公子是假名啦 那一样啦 你的老师也是假名啦 恩人 仇人 一切尽假名 你能够贯穿这个道理吗 嗯 因为有了假象 所以假象就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形体 接着产生了假名 假名就是概念 有一个形体 结果赋予他更多的概念 糟糕了 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什么 他是真实的 他是存在的 他是有的 那叫做加油 各位你现在就是加油 很强烈 很强的一个有 所以不能够领悟到空 只能够停留在 只能够停留在有的陷阱 就是不明白空的道理 但是有的人啊 表面上明白空的道理 我说他不明白 对 他根本没有懂空的道理 因为他不会呢 用假的妙妙用 他不会用 假的用他不会用 很奇怪 所以他也不懂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各位 所以现在你开始 你开始 去归纳 去归纳 我是假象 我是假民 我是加油 但是注意这句话 对 不是 不是叫你 不是叫你说没有用 所有你看到一切东西 都可以用 所以你不是没有用 你要很清楚 我是有用的 但是不用太高兴 对不对 如果我跟你讲说 我是有用的 那叫做世间话 这样对不对 哎呀 你是个有用的人 我是有用的 那是世间话 讲的不透彻 我是有用的 那叫做是 这叫做事项 我是有用的 我是有用的 理的不明要讲出来 理是什么呢 但却是不实在的 我是有用 但却不是 各位生命是不断的作用 即变化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抓 一个生命 为什么 因为他 亦是如梦幻泡眼 他亦是不可得 所以不可以去抓他 对 但是 可不可以用他 可以用他 凭你的智慧来用 但你千万不要凭你的贪生痴来用 如果你凭你的贪生痴来用 你就会伤害到自己跟别人 凭你的智慧来用 你就可以拿这个类 自立 立人 自决绝他 我曾经 谈过一个实力 很多同学很有感触 那个实力是什么 那个实力就是 外面有一阵风吹过来 不论它是微风 凉风 轻风 还是狂风 但风怎么抓 都抓不到 你怎么分析 他都没有实体 对不对 你不可以这样 生命啊 各位 生命 生命就像那一阵风 我更直接了当 来跟各位报告 现在 并不是生命就像那一阵风 事实上 你就是那一阵风 我很坦白跟你讲 你就是 我不懂 我解释给你听 我是什么 我是延起 风是什么 也是延起 云是什么 水是什么 你这样 你这样不就 云水自在了吗 原来呢 原来我的概念停留在什么 原来我的概念停留在我这个躯壳 除非 繁复的概念就是停留在他这个躯壳 但是各位 他这个躯壳的范围多么小 差不多这个样子而已 这个滋味 就像什么 就像说你家一百瓶 但你却每天住在一瓶的空间 那不是太可惜吗 那这样不是太浪费吗 那有时候一百瓶的房子 每天只 对 只会用那一瓶 其他九十九瓶呢 那又不是我 我干嘛用它 这么傻 你看 那人怎么说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才是我 其他关我何事 他不是你 所以难怪 所以难怪 你怎么快乐得起来 你根本快乐不起来 我是因缘所生的 白云是因缘所生的 流水是因缘所生的 对 清风明月 小桥流水 落霞孤怨 哪一个不是缘起 各位 你真的能够看到 我是缘起 你就可以当下 对 当下 感觉到你的欺可呢 他再也不是陷阱 他再也不是障碍 你可以当下感受到 世间的一切 就是你 既然世间的一切 就是你 你要何必拿刀捅自己呢 你又何必跟自己呢 对不对 在那边 而已我诈呢 这样不是很好笑吗 对 你又何必跟自己在较劲跟竞争呢 你又何必跟自己在勾心斗角 你又何必呢 去自己要去打败自己呢 然后再产生一个 然后再产生一个说什么 我战胜了他 那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各位 这样 这样的概念 各位 这样的概念 我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我 我让这样的概念来认识我 所以各位 所以诸法无我 我来讲一遍 诸法无我 并不是否定 但是我也不要你肯定 因为那是多余的概念 诸法无我 只是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真相就是言起 如果你还要更清楚 再补两个字 信空 延起信空 为什么叫延起信空呢 我 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什么叫做信空延起呢 虽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对 但是 我可以呢 透过呢 变 来利益 一切的众生 各位 我透过变 来利益的众生 就像你们这几天在莲花池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各位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能够印以合身得度即化合身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能够闻身就苦呢 各位我告诉你 假设观世音菩萨的身体只是观世音菩萨 他一定不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 各位当对不对 各位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心中只要称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已经知道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在喊谁 我们就是在喊自己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 各位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因为 你把他驱革了 所以呢 你就不知道了 你就 你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一个叫做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声音 全面性的概念 你就不能够领受了 你就完全不能够领受了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无我 必然就是要深入 延期的概念 从延期的概念表面上 是从有的角度在谈 对不对 延期就是有 对 但是延期是什么 延伸为何会延绵 它为什么会变化 它为什么会作用 它为什么会不断的解脱 它又为什么会不断的轮回 对不对 它 它为什么要从此方世界 到他方世界 它为什么可以如此 为什么天地这么奇妙 为什么人生这么多的变化 对 为什么 因为 对 这都是延期的划则 对 然后在延期的法则 他之所以能够变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心中 没有一个我 但是不懂 这种现象的会不会变 会 为什么 真理 是不管悟的人 或是迷的人 真理从来没有舍弃你 是你自己拿着的 舍弃的真理 最迷的人 他一样会有不断的延期 但是他在不断的延期当中 他会恐惧 他会不安 他会愤怒 他会害怕 对 他会 对 掉入种种的 复杂的概念 因为他不懂 就这么简单 懂的人 真的就是随眼自在 不要小看随眼 各位 真开悟的人 才能够随眼 不然大部分的人 都什么 一大部分人 随着因缘而痛苦 随着因缘而折磨 随着因缘而逃避 随着因缘而轮回 大部分的人 对 都是这个样子 他是随这个眼 自在的人 随着各种的因缘 他的内心是不动的 内心为什么不动 他为什么这个功夫 因为没有一个人 怎么动 你为什么动的东西 哇 祖师妹 你什么 你在中厚 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 直接消掉知道吗 很不好意思 没什么 我气真来 说这句话 真正 但是 我刚才不是讲错话 我跟你讲真话 中什么厚 你心中那些厚了 你心中那只猴子 所以各位 把你那一头牛 擦掉 把你那只猴子 对不对 对 也擦掉 但是你不需要到 你不需要到文具店 去买修正衣 为什么不用买 对 心中没有猴子 也没有那一头牛 这样不就 擂擂不动了吗 各位 那我问你 谁能动你 那你想想看 心中只要有一个 哇 我看你怎么收 你收 给我看 对不对 我 我 我 拦你 不 我 就 把你 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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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拦你 拦你 不 拦你 就是说我用称恨 来考你 若是考不到你 我 我来 诱惑你 你一定会被我 诱惑 为什么 只要有我 一定会跟 一定会跟外面的境界相应 我 看你 你 想 你 想 我 看 所以当你悟到那个诸法 吻我的那一刹那 你 你 内心 你不需要起任何的方法或是念头 那叫他 那叫他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一切的境界呢 一切的境界没有什么忍耐不忍耐的 没有什么呢 都得懒跟不懒的 各位 唯有你悟到无我 那些概念才能够真正的脱落 唯有你悟到无我 你才能够呢 对不对 不论匡风 报以 对你呢 有没有 根本 对不对 毫无影响 因为只是悟到了无我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他就开了 各位 开了之后呢 从此之后 就按照这样的人生 过你呢 对不对 随眼自在的生活吧 就这样子 然后生生世世 对不对 不论你流 不论你流浪他方 还是你发现往生他方 都是一样 亿复如是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真正啊 对不对 唤醒心中的如来 各位 亦无所来 亦无所去 因为没有一个人 来来 去去 所以今天的空课 是什么 悟 好 真正拍摄 我真正 真正拍摄 要再来大楼摆 这大楼摆 够着目的地 去篮球场 现在无我 还啊 现在无我 无我 不知道要怎么 对吧 我看 我看 我是稍微去睡 但是各位 你去睡嘛 有我 为什么 因为你也会做梦 实在是 真的 真的叫你生死不得 不知道要怎么 但是各位 我只不过是你的注眼 你的问题 你要自己去参透 啊 所以 各位 等一下 我会用我的注眼 来促成这个注眼 然后接着就看看你自己 看看你自己能不能 去悟到什么道理 所以等一下呢 对不对 一般一般来 一般一般了 那个 女众呢 女众疗谎先 女众疗谎 完了之后 才男众疗谎 男众疗谎 完了之后 才知客室 知客室完了之后呢 才男众 男众完了之后呢 好 男众完了之后 才今天要下去的人 啊 就是你今天刚来 要下去的人 那排在最后 好 那这样的顺序 这样知道了吗 好 知道了 啊 所以等一下 一般一般来 我会请你们 对不对 喝一杯 苦茶 好 那 那没有轮到的 那没有轮到的那一般 好 没有轮到的那一般 对 一样 你要在室内 还是户外 打坐 有没有 好 好 那个 自己啊 自己选择 你要坐 忽略打坐 就忽略打坐 你要户外打坐 那你就 户外 打坐 好 啊 你想 你想要 精行 那你就 精行 啊 你想要敲 木 椅 就敲 木 椅 简单这么讲 除了留下来这一般固定做什么之外 其他的人随便你们 就除了固定这一般留下来之后 对 随便你们 啊 反正 那是你生命的功课 啊 你自己去 你自己哦 去伤脑筋 想办法 还是干 干脆 也不需要伤脑筋 啊 好 是什么意思 放弃吧 那 谁放弃吧 就死了吧 你就死了吧 这样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就直接下课 然后第一班的人 有没有 马上在 这个 齐楼集合 在齐楼集合 然后那个茶盘 帮我拿出来泡茶 我已经忍耐好几天了 麻烦了一下 拜托你们 好 来来 好 好 那个什么 为什么去 好 对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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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